我會把剛剛那一段切掉 不好意思 我覺得一般人都是認為要輕鬆 輕鬆過 能推著他 他不用走 照顧的人認為是對他最好的 那一開始我媽媽是不願意的 可是因為照顧人的堅持 我媽媽就做上了人意 因為爸爸說給你 爸爸說給你 爸爸說給你 因為老人家適度的活動 當他不活動他就降掉了 然後當他做輪椅的時候 他整個都沒動 他沒動 他以後就動不了 做了輪椅以後變成 這邊有沒有小椅子 因為他軀的角度比較不好看 小椅子是 有板凳或什麼可以做的嗎 板凳可以做的 好好用 了 好有有 有有有 這個餅是有效法上 正常我們怕只要寫 他只要炒上 他家幫會有辦法 我們叫這個有效法上 對於我在思考 到底怎麼樣照顧一個長者 你最親愛的長者 到底怎麼樣才是最好 是他的想法 是他認為說不要動 還是你認為他怎麼樣是最好 所以你只是在那裡拉扯 就像這次 忘了告訴你 我媽媽5月12號中風 然後7月89號第二次中風 7月89號第二次中風之前 正好是我媽媽去年生日 那時候我們做福建做得非常好 做福建做得非常 他可以從一數到一百 然後還可以唱英文生日他的歌 不好意思我那擋住了 幫我調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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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 唱英文生日快樂的歌 那 組織在部份他指著我 在病房來巡房的時候 就指著我 問我媽媽說 那個人是誰 我媽媽回答說 Dotter 然後我把當時在旁邊 裴總織 那個巡房的這些 這些醫生護士都嚇一跳 真厲害 對不對 可以說Dotter 可是 隔一兩天 突然的突然 晴天霹靂 沒有任何預警 第二次中風 第二次中風的時候 然後 他就 不能吞嚴 不能講話 不能凡事 不能凡事 在醫院裡面嗎 在醫院 在醫院 然後 醫生就告訴我 第一次中風跟第二次中風 是尖 隔那麼近 才兩個也不到 他認為這不是 這不樂觀 他是老醫學行的 還是上山行的 上山行的 上山 醫生說 我們也是很擔心 擔心他過不了 對過 冬天 因為那時候 七月 七月中 夏天 正下 很多老人 很多老人 冬天的時候 非常地 非常地 脆弱 嗯 對 對 那是否認為 沒有可能過了兩次的分跌 就是 就是 他現在 他現在 到了第二個下 那這次 因為大人社大有這樣一個圓夢計劃 我原來想要帶他去上課 我原來想要帶他去上課 嗯 從現在老貓回去上課 我講好 希望從這一次一次上課 看到他的電話 可是 有親人提醒我 他說 他現在去上課還有什麼意義 嗯 他的身體 收得掉 然後我去邀請 我媽媽的 那個 朋友 來 來參加 後來就 就不去上課了 不去上課 我也覺得他們說的 很有道 媽媽現在的情況 不幫他 他 他 要 不幫他們 他 他 想要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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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來上課,現在至少來一次吧,後來我們就決定,幫媽媽開個生日的派對。 請問一下,回到,終於我也是回到學校了,老師,我們成功老化,民法課的課。 大哥,我們是同學嘛,現在的課叫什麼名字? 元氣什麼,樂靈生活,元氣什麼? 元氣樂靈生活,快樂的靈活。 今天來做攝影的這個同學,我們淵源可長。 我媽媽第一部紀錄片,我們就是同學。 然後呢,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手機,否則我就會叫著你。 我買了,我買了六本。 我媽媽就送給我的朋友。 我給她買二十本。 你媽媽買二十本。 我買了六本。 我買了三本。 你 enhances你呢? 老師說會來參加。 因為老師說現在的同學只剩下兩位了。 兩位就是你嘛,其中一位是你嘛。 另外一位謝謝。 另外一位是... 哈哈哈哈 没关系没关系 是他的特点是什么 是那个87岁的吗 87岁那一位 就是给我们看他还滑雪的那一位 他很棒 我一直想跟他做个 那你可以帮我帮过去吗 那我来帮好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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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在那边 好 来 好了 那我现在就是带妈妈回去上课 要不要再过去一点 还是在那边 这个长辈说 这个可以 这个长辈说 这样 妈妈现在请他这样回去 会不会太 会不会太勉强 他告诉我 如果是他的话 他宁愿人家不要动他 可以的话 这些老朋友 轮流去看看他就好 他不觉得 这个情况 出来干什么 出来上课干 其实我的认为 很多东西就是一个适中 不要说绝对不要 或是绝对要 像道姐你说到底要怎么照顾 就是 不要说 他想谈就完全谈 他还是要动 就是比例的问题 他一定要动 一定要做 一定要什么都要做 但是他的量可以减低 但是你都不动的时候 我们机能就退得很快 所以 那个长寿能够活动的 他们都会动 但是也不是说 要像那个年轻人 动得那么大 但是你都不动也不行 都一直在动也不行 就是那个比例的量 很多人一不动 他就动不了了 不要说老人家 年轻人也是 所以就是适度 那个我们公子讲的中庸之道 过于不及都不好 所以没有说 是不是该都不动 或是都该动 没有说要很绝对 你要去抓一个平衡 像我很多客人就是 你不动 他就动不了 然后你要一直动呢 他就很痠痛 因为他的机能已经不行了 可是你再真的不动 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他们还是要动一下 可能去散散步啊 或是做什么 还是要走 然后 但是不用再运动 只要活动就好 维持那个机能 那个年纪大的研发所最主要 不是要变成断裂 而是在维持 对 所以他就是说 我要维持 我不用说在训练 说我要训练一个很有激动 但是我要维持住 我已经看到我的这个到哪里了 我已经看到我的这个到哪里了 是